下面一題 請出題 請做答 做文具的 來 家瑋 因為文房四寶就是 筆墨止豔 應該是這樣 對 所以 我想他應該都是 用來寫東西的 那應該就是文具 所以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做文具的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國家資料庫 其實文房的名字呢 最早起源是南北橋 當時指的是 國家點掌文漢之地 就等於今日的國家資料庫 日到唐宋的時候 文房呢 才普遍用來稱為文人的書房 中醫 可以找到他們的缺點 對 同學妳也很快可以回來了 請準備 那一萬四怎麼辦 沒關係 繼續累進 下贏者全囊 對 第二輪請出題 根據德國腦科學家研究 用以下哪一種方式學習 會更有效率 A 每天唸一點 B 考前一天才唸書 請作答 誰會在寫 考前一天才唸書 有的時候腎上健庶激發一下 更厲害 考前複習還有可能 我們考前在那裡 你那邊講好像你很 你是哪一種 你是C都不念 我不會 當然 我考前那一天 我一定靜下來 好好操小操 這麼好完全的準備 然後再想要怎麼貼怎麼弄 辛苦你了 而且我會到桌子那邊去勘察哪個地點 你有敞開 你有個選擇位子坐下來 一定要先敞開 對 女生都寫在裙子我都不知道寫哪裡 考前複習作業 懂了 對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每天唸一點 請加五千 千 請出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使用電話不耗時 每個數字的聲音不太一樣 請問 當初設計電話按鍵數字 發出不同聲音的原因是什麼 A 降低撥號時間 B 增加音樂趣味 請作答 有不同答案了 柏仁謙選擇的是降低撥號時間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把這個規律 這個圖案記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 你可以在聽話過程中 你可以確保說你手指按很快的時候 有沒有按錯 所以我覺得你在 就是這樣可以降低你撥號時間 並且同時確認說你沒有打錯電話好嗎 嗯 那選擇B的柏仁 我覺得他好像 就我怎麼想他要降低撥號時間 我好像就是想不太到他要怎麼降低撥號時間 所以我就選另外一個 三句法 請公布正確幾答 正確答案是 A 降低撥號時間 其實電話按鍵發出的聲音是 雙音多頻這個技術 設計出0-9每個按鍵不同的音頻發出聲音 那這樣可以怎麼做呢 你電話撥出去就有一個訊號了 那你不同端的電話 直接用聲音作為溝通訊號 所以就不用人工在幫忙接通 所以可以大幅降低了撥號接通的時間 是 三位請到這邊休息一下 謝謝 稍作休息一下 加2000 哇 兩位 兩萬一了 下面一題請出題 萬有引力的發現者牛頓 除了是經典物理學的創始人 還在哪個領域上有所貢獻 A 貨幣制度 B 教會制度 請作答 有勝負了 選A的席輪先講 因為我讀過歷史 就是說牛頓好像有在英國製幣廠工作 然後他有去研究煉金書 他說有在製幣 對 製幣工廠 就是製造那個錢幣的駐壁 做錢幣的地方上班就對了 否認謙呢 因為我自己沒有聽說過他跟貨幣有關 然後想說那時候的人可能都在搞宗教 所以我就選了教會制度 教會的制度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貨幣制度 牛頓除了科學上的貢獻 他對現在世界的貨幣制度 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因為他1696年 真的到了英國的駐幣局 當駐幣局長 然後他用這個權力 維護英國的銀幣市場 改革貨幣跟懲罰 亂減貨幣或是造假幣這樣的行為 來 衝衝回來 要進行第三輪 兩萬二獎金 請輸入無錫輪的帳號 我的天啊 三萬一了 還有機會 接下來進行最後一輪 第三輪請出題 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因是什麼呢 A 避免無意義運算 B 還原算式 來 請做答 只有家會選A喔 因為我之前就是看過 就是為什麼要先乘除後加減 然後他是從他原本的定義去看的 就是他要先把東西就是乘起來 然後再去加起來東西 才會是符合他原本的定義 就是假設是五乘以四 然後再加三的話 那就是先把五個四要先加起來 然後再加三個 而不會是先把四加三加在一起 然後再乘以五個 因為就是怎麼解釋 就是你有五個四 跟五個四加三 就是他原本的意義是不同 因為我在想說就是有時候 我們會寫數一個式子 例如可能什麼2A加3B好了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是2A 就是2乘A 我們把它先算 然後3乘B也是先算的 這樣子 那這樣子就有點像是 我們先把2A跟3B這個東西先算好 把我們原本的算式還原回來 這樣子 正確答案是 B還原算式 為什麼要先乘除後加減 事實上我們的世界 其實是用加減所組成的 乘除只是為了方便計算 而衍生出來的標示 所謂的1加2其實是1加1加1這個概念 對 因為2就是1加1 所以把它還原 那剛剛說的2乘以3再加1 其實就是先2加2加2 先把它加好之後再加1 所以那個乘除只是後標出來的 所以等於我們這個做法是把它還原算式 加維請到這邊休息一下 可惜因為他講的其實也是對的 對啦 但是選擇錯誤了 對 加4000 每一個人看同樣的理論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來 請出題 月時又俗稱天狗十月 請問是月球發生以下哪種狀況 A 進入地球陰影 B 與太陽重疊 請作答 總統選擇A啦 對 無懸念 請問 該怎麼說 月時就是進入地球陰影 可是與太陽重疊是日時不是月時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進入地球陰影 那月時又俗稱天狗十月 是一種當月球運行進入地球的陰影的時候 原本會太陽光照到的地方 變成部分或是全部都沒有辦法直射 沒有辦法被陽光照亮了 所以位於地球的我們 就沒有辦法看到普通月亮的樣子 剛剛說的對 日時是月球完全或部分擋到太陽光的時候 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天文現象 這一個是太陽擋月亮 一個是月亮擋太陽的意思 是的 來 請加4000 下面一題請出題 地球表面有70%是海洋 請問各大洋中的海水 在全球循環一次需要多久 A 一千年 B 一百年 請作答 風險一千年 因為地球很大 易安 我記得課本有提到過是一千年 因為海洋就是水的循環需要 需要經過什麼蒸發 然後再流入海裡 然後再進入什麼地下水 反正就是它一次循環時間需要非常久 來 請公布正確幾答 正確答案是 A 一千年 來 請加四千 來 請加四千 一萬二 來 請出題 同時值三顆六面的骰子 請問 出現以下哪個結果的機率比較大 A 三顆點數皆為偶數 B 其中兩顆點數相同 請作答 他們覺得重複了兩顆點數相同 一個多 機率比較大 三個就很難 那個叫報紙 對 那個就真的超難 那個賠率就高了 賠率啊 講到這方面你最懂了 賠率很高 真的 壓報紙任何 你比如說壓報紙賠幾十倍 對 幾十倍 你是數學高手耶 對 三顆 很少人丟三顆賽 這個是因為那是數學 你這個是 三顆是丟出去之後 十四 來 十四的尾巴抓兩噸嘛 什麼東西啊 抓兩噸 這是什麼東西 你要抓三天的斗嗎 麻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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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在打嗎 會打 數學考一定要會麻將嗎 等你來加一 我覺得他們的解說 是因為偶數更難 兩顆機率會高一點對不對 一樣 那就 因為三顆 三顆偶數就是 二四六 甚至二分之一 那三顆都是偶數 就是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對嘛 八分之一 那其中兩顆點數相同 就是一樣 那多了喔 對 它比較多 但是就是 因為跟剛剛算生日一樣 就是如果都不相同的話 那就是六分之六 乘以六分之五乘以六分之四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B 其中兩顆點數相同 來加4千 還有機會喔 請出題 死海位於以色列 約旦和巴勒斯坦的交界 請問死海得名的原因是什麼呢 A 流動性不高如死水 B 死海中沒有動植物 請作答 來 柏原選擇沒有動植物 對 因為死海應該是 嚴度非常的高 然後 存活不了 可能很少動植物在裡面 然後另外 約旦和是從死海流出來的 所以應該是有一點點流動性 地理嘛 地理尊姦 這個分析都讓大家 選A的牙口無言 七人有什麼反駁嗎 我本來是想選B的 可是我依稀記得 我好像看過 有人在死海釣魚 雖然可能是假的影片 你確定他不是去搞笑 我覺得有可能是 還是他自己弄一隻魚放上去 在釣起來這樣 好幸福 請公布正確解了 正確答案是 B 死海中沒有動植物喔 西伯來語稱死海就叫沿海 所以直到羅馬時代 遊帝亞的遊客 開始把它叫做死海 因為他們很驚訝 因為水中沒有任何的植物或是動物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高鹽度讓魚類根本沒有辦法生存 裡面只有細菌跟浮游生物 那死海是內流湖 水的唯一外流途徑就是蒸發 你想想看夏天這麼熱 然後全年又乾熱氣候 對死海中的水大量蒸發 只會越來越鹹 這麼看好了 一般海水含鹽量是3.5% 死海的含鹽量是23%到30% 這麼高 那很鹹的 超級鹹